经济 数据 人物全纪录 财经部落格 这也是中央广播电台 山东近南的穆莉嫁到台湾已有八年 日常除了热心的服务录配朋友们外 也在网路上贩售手工面食 网友们都昵称她为玫瑰姐 今天节目中很高兴访问到穆莉来为我们说明 投入网路宅配手工面食的过程 还有进行手法 以及分享在台湾的生活经验 穆莉您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您可以先跟Tima介绍一下 您当初来台湾的时候 对台湾的印象是怎么样呢 刚来的时候的确是有一点点不习惯 对 因为远嫁这么远的地方 没有亲人真的好孤单感觉 那台湾这边的一些朋友啊 或者是周边的邻居 相处起来的感觉是怎么样呢 因为我邻居都是一些眷村的 阿拜还是蛮不错的啦 尤其是我婆婆家人 对我都说还是好 所以说对这边还是蛮习惯的 是 那就慢慢渐渐适应台湾的生活 对 您可以跟Tima介绍一下 您当初怎么样开始在网路上经营手工面食的这个生意呢 是怎么样开始的 做我手工面食的话是 一开始我没有说打算做手工面食这一块 因为我刚开始来到台湾的时候 吃不惯这里的东西了 因为我们山东的东西都是属于纯原味的 原味 就是原味的 原本的味道 原本的就是说没有添加任何的 什么咸啊什么什么甜的都没有 调味料比较少 对对对对都是说原味的多 尤其是馒头啊包子啊都没有没有这个样子 知道吗 因为包子的话 包子他们都是发的面都有点微甜 我们那里都没有 我们的馒头也是原味的 我记得小时候啊 我们有些永明伯伯做这个山东馒头 非常好吃 吃起来这个后劲跟味道都很足哦 就是应该是这种感觉 对对对 来到这边我也是啊 那时候刚来的时候也是说是 吃不惯这里的 我就说我都是自己来揉面啊 切肉啊切肉丁啊 来包水饺包子啊 就是说做面食之类的了 自己做着吃 对都是自己做着吃 到了第二年我怀孕之后 有我儿子的时候 因为肚子大 体力达不到 婆婆就说哎呀 我想吃我就买给你吃 我说好好去去 我婆婆就去买 买了一些回来煮 我只咬了一口 我婆婆说哎怎样 我说不想吃 我说口感 就是说不是我要的那个味道 味道不对 因为他们那个肉啊就 我们正常在外面买的水饺 是不是吃起来是不是一团 里边的肉一团一团 对 但是我的水饺不一样 哦怎么说呢 因为我的水饺肉和菜都是分离的 哦 分开吃起来都是散散的 我是打的 系号就是说手工家庭水饺 所以这个肉的话 在剁的时候 它有一个不一样的技巧 才会吃起来这种感觉 是不一样 对 正常的那个水饺 他们这个肉是搅过N遍 这个肉 搅便一遍再一遍的 我都是只是搅过一遍 不会搅第二遍 更何况我这个菜料 都是我自己手切手洗 没有说把那个汤汁炸出去 所以说它都是肉和菜 所以吃起来 散散的 对对对 吃起来那个口感 您就刚讲这个肉跟菜 都是分离的 对 那您自己吃的话 是喜欢这个家乡味 那您做的话 有没有一些亲朋好友来吃 感觉是怎么样呢 正因为我做这个水饺 就是说亲朋好友给的建议 因为我刚来那几年之后 阿姨了还是邻居了 还是我们里长 就是说周围的人 我都是帮她买包 他们想说 哎呀都认识我妈 我婆婆人很好客 人也真的很 和朋友都来往很好 所以都会说 啊她的媳妇会包 就请她包 时间久了 这个十斤 那个五斤 包的真的没 那两年我都是为别人包 所以他们都说 哎呀不好意思了 连着叫你包了那么多年 你是不是就说 你包来买了 我说我要是包来卖 我怪不好意思的 我说就坚持不包卖 他们就说 我们就我们的里长 就说哎呀你包来卖了 我现在给你订 就是从2003年 2003年 我就开始包来卖 包来卖 然后就是在网路上来行销 对 网路啊还是亲朋好友 都是帮着介绍了 是 哎玫瑰姐 你刚刚讲说三东水饺 他吃前您的是肉跟菜分离啊 但我们在台湾的话消费者 您有做一些口味上的微调 还是您就是坚持原本的味道呢 我坚持原本的味道 我刚刚还在下边炸了五斤的猪油 因为我的水饺料都是 拌料我都是用猪油来拌的 就是买回来的那个板油 对 切碎碎 炸出来的猪油 用炸出来的猪油来拌料 这样就有那个味道 香味都会出来 香的味道 对 没有感觉到油腻的感觉 油不是说那种肥肉油 我是把那个肉炸出来的油 哦 所以吃起来就不会腻 而且吃起来感觉很扎实 很香 对很扎实 不会有空虚的感觉 我这个肉 我这个水饺咬下去 就是说 肉和菜都看得很清楚 有什么肉 什么菜 哦 是 那请玫瑰姐哦 跟你们介绍一下 就是说如果你买一些面 比如像在煮水饺 有没有什么样一些技巧 像我们这个平常 比较少下厨的 你说那个水饺买回来煮 都糊在一起 不知道是在这个煮水饺 或者是在加热这些面 是哪些技巧呢 我在我们山东来说 煮水饺的话不像台湾 正常他们都是说 三次加三次冷水 我没有 都会告诉他 一次水煮过 他为什么呢 我说水第一次就要放多一点 比平常水多一点 放多一点之后 水滚了之后 水饺丢进去 对不对 对 丢进去之后 这个锅的勺子 或者铲子之后 沿着锅的周围 来转动水饺 千万不要用 那个勺子 或者铲子 往身边勾的那种感觉 这样会刮破他的水饺 转动那个水 让水带动水饺 对对对 贴着锅的边边 周围来转动 这样是让那个水饺 能够平均受热这样 对平均受热 就让它 不要沾到锅边上面 随后之后 等它水饺都丢进去之后 也是大火滚 对不对 对 因为看到水中间冒泡 就说水再滚了的情况下 再转中小火 转到中小火 还是说勺子或者铲子 还是不停地转动它 不要让它沾到锅边边 再等它 就转到中小火 也就两三分钟之后 那个水饺的肚子会喷喷的 感觉到看到它有喷喷的感觉之后 就OK了 所以就不像我们以往加三次水 对对对 没有没有 一次水这样煮 然后不断地绕这个水 大火关成中小火 对 那样子你煮出来的水饺不Q 还黏黏的 因为冷藏热缩的原理 我们都知道 对不对 对 你冷水加进去了 它就缩下去了 对不对 水滚了之后 你又加进去 它这样这个水饺皮不Q 哦 所以不光光是用料实在 就有这个功夫的跟技巧的 对 玫瑰姐另外请教您 您在网路上贩售手工面食 为何网友会匿称您玫瑰姐呢 这就是那小姐的时候 那时候我很喜欢上网玩 那个聊QQ了 那个也个匿称了玫瑰 所以大家就沿着叫你玫瑰姐这样叫下来了 对对对 那你怎么样在网路上把您的水饺跟您的一些手工面食放到网路上去卖之后 你怎么样开始来推广跟行销呢 一开始是说没有说打散在网络 都是说街坊邻居给介绍的 哎呀从2003年的下半年 毕竟2004年了吧 嗯哼 就说哎我就上赖呀 或者FB呀 嗯哼 就说哎聊起来姐妹都聊起来 哎呀你是大陆的哎呀我是大陆 聊聊聊你是哪里我是哪里 都自我介绍了之后 哎你做什么我做什么都互相介绍了 啊你再包水饺就经过姐妹们吃过之后捧场 再介绍朋友 哦 因为我今天还有请了一个姐姐来帮忙 因为她之前也是和我一样在一个水饺店里打过工的了 我今天请她来帮我做 因为我这两天一直在赶了三四十斤的量 这都是姐妹们三个礼拜吃的之后 吃的好吃 老公也感觉还是不错 说是这不整天就催她给我要 我就我说我现在赶不出来 正好明天要去和姐妹们聚餐嘛 就帮她们带过去 还加紧赶工哦 哎那如果说以后的话有其他的姐妹们 或者说其他的朋友们哦 也想在网路上透过网路来行销 因为我们知道玫瑰姐您是利用这个口碑行销 就是很好的口碑 亲朋好友互相介绍 您在这方面给她们一些建议 应该是要做良心的事业了 前提要做良心的真的 不能说是说一套做一套 我是本着我这种自己的想法去做真的 就是说自己想 既然是家庭的就要按家庭的口碑去做 不要掺一些有的没的我不喜欢真的 因为我说是家庭的就是家庭的 做网路的话既然是网路 大部分都是说朋友姐妹先给你捧场 就要口碑要先做好 所以要真材实料要做良心 这个用材实料都很实在 这样口碑自然就会传出去 好我们今天节目中呢 非常高兴访问到慕莉玫瑰姐 为我们介绍她在网路上贩售手工面食 包括水饺啊 还有包子馅饼 一些经营的过程手法啊 还有分享她在台湾的一些生活经验 非常谢谢慕莉玫瑰姐接受访问 谢谢您 好谢谢